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来看一下武装乔丹最想从球迷印象中删掉的照片吧 在不少球迷心中 乔丹的突破为是最潇洒的 尤其眼神坚毅 边吐舌头边突破的瞬间更是成为了名场面 但是之前乔丹在对阵开拓者的比赛中 不知道是防守他的球员体味太大 还是乔丹被戳中了麻津 只见乔丹这次突破表情痛苦不堪 加上习惯性的吐舌 更是让不少的球迷觉得十分好笑 难道篮球之神突破也这么困难吗 人在喝醉时候的醉态无疑是无法控制的 清醒之后看自己喝醉时候的动作和神态 绝对会觉得十分的羞耻 而之前篮球之神乔丹就曾在喝醉后被好友拍到其醉态 只见乔丹眼神迷离 两唇微微张开 看着就像是一个喝醉的中年大叔 只是面露猥琐都不为过 篮球场上的乔丹无疑是那个霸气的王者形象 尤其是他的光头 更是被誉为强者的造型 但是之前乔丹就蓬佩拍下了cosplay老奶奶的图片 当时的乔丹头戴银发手里穿着针线火 加上脖子上的雷姿边更是让球迷直呼辣眼睛 这样搞怪的乔丹你见过吗 乔丹当时入选名人堂午夜让不少球迷泪目 尤其主持人交到乔丹的名字 不论是昔日的死敌还是当年并肩作战的队友 同时起立鼓掌的时候 更是让泪点极低的乔丹动静 当时乔丹演讲到一半也是杀人泪下 留下两行热泪 不过不知道是乔丹的黑粉还是乔丹的真爱粉 将乔丹留下热泪的瞬间做成了表情包 直到现在也广为流传 不过如果说乔丹最想删掉的一张照片 还是当年被新秀艾弗森换过的尴尬场面 当时赛前乔丹就放狠话 要亲自教育一下这个不止天高地厚的新秀 但是结果在对位时却被对手轻松换过 当时乔丹估计很久没有这么狼狈过了 被一位新秀挑衅 结果对位时还被他换过 对于好胜心极强的乔丹来说 这幅世界名画 无疑是想要所有的球迷们从脑海里删掉 作为一代篮球之神的乔丹 也抵挡不住岁月的清洗 众所周知 球员时期的乔丹 无疑是当时身材最好的几位球员之一 尤其体质率更是低至5% 可以说出了肌肉就是骨头 不过退役后的乔丹 由于不自律的行为 导致自己老化速度加快 退役没几年就变成了油腻大树 这张图甚至可以发现 乔丹的抬头纹都已经出现了 尤其这大陆男 很难让人和篮球之神联想到一块 尘尔 尔 好